Nuric 好像是阴历的意思啊 浓历 不等他们了 他们两个不来了吗 不来了那就不来了吧 我们不管他了 来那个你你先来分享吧 我先关我先关掉 啊 灵灵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我在弄 能看见吗 可以 1月1月份的CPI 首先同比是上涨了0.9% 环比是上涨了0.4% 同比是比去年的同月份 环比是比上个月 上个月就是2021年12月份 嗯 然后 环比环比 食品烟酒是上涨了1.1% 一卓是下降了0.5% 居住没有变化 生活用品及服务下降了0.1% 交通 交通通信上涨了1.1% 文化娱乐 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 分别是0.2和0.1% 其他用品及服务是0.9% 这是 环比 先说环比吧 环比食品 食品烟酒上涨 应该是就是过年的时候 我觉得是 那个菜价比较高啊 然后才影响了 这个 对 鲜果水产品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然后所以导致了食品 上涨 衣着这个 我有点分析不好 交通和通讯上涨 是因为 那个 那个春节 大家出行可能 就是飞机啊 火车什么的出行 然后所以 所以交通通信会上涨 其他的 那几个我分析不好 同比是 食品烟酒下降了1.8% 我有个疑问就是 那个去年过年 去年春节是2月份 那为什么就是今年的是同比的话 为什么今年1月份是下降的呢 1.8 我这个不太明白 然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是同比涨了9.1% 然后 然后 进购价 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上涨 同比上涨12.1% 因为是 因为是 购进价价涨了 所以它的出厂价格 是负的0.4% 所以它的出厂价格 是负的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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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我这 周老师您来 说吧 我 行行我来吧 我我就只能这样了 你是把PPT练了一遍 大姐 哈哈 哈哈 那我来吧 我等会啊 我 我出去 我我关一下 怎么关 这样分析不对啊 大家 大家一定要分析到本质内核里面去 然后一定要带到我们现在这个股票里面去 对吧 你把这个PP练一遍 这个东西没有太大意义 我我怎么退出去 怎么退出去我不知道 谁帮他退一下告诉他一下 别让有个退出会议 你点一下退出会议 你上有个退出会议 就行 结束会议 上面对 好了 这可好了吧 好了 好 来 我们先说一下 上上节课 就是上周末的时候 我们先谈了一下色融于M2 色融于M2呢 上周的这个数据 说实话 我说了短期贷款基本上是假的 基本上可以做假 然后呢长期贷款非常差 除了这一个新基建以外 然后呢我昨天在上周的时候 得出了一个结论 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 然后中国老百姓和工厂已经躺平了 然后呢 中国政府 那么现在呢 就是唯一就是靠这个大基建 想要立天改命 这是我上周日的结论 但是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当时说什么呢 这个结论 因为只是单方面的一个论证 需要得到这周的CPI和PPI之间的 数据上的一个确定 因为只有两次验证 我才能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我得出的这个结论 是否成立 那么好了 CPI和PPI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玩意 首先来看一下 这是你的 好 现在这里先再说一遍 CPI是指消费者物价指数 PPI是指生产价格物价指数 同比是比去年同期 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比了 当然就是比的是2021年的1月份 环比呢 是比的2021年的12月份 注意啊 这两个之间的区别 先来看一下CPI CPI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什么呢 是上涨了0.4% 上涨了0.4 0.4呢 然后呢在同比上面 下降到0.9 其实注意啊 这个数值你们没看懂吗 它是在下降的啊 他不是在上升 同志们 他只是说他比12月份上涨了 上涨了几个百分点呢 0.5个0.7个百分点 他是在同环比的情况下 他上涨了0.7个百分点 但是他在同比 也就是在去年1月份比起来 他已经下降了0.6个百分点 这是懂了吗 所以这样说我们在这个上面 我们首先在这个上面 可以下出一个结论 就是今年的1月份的消费 比去年1月份的消费更差 只不说比去年的12月份稍微好一点 就是首先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 对吧 这个了解的定性就是 我1月份的这个消费 比去年要更差 比去年的2个月前12月份要稍微好一点 也就是说达到了去年11月份的水准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的数据不可信 就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居住 居住这个东西 我看了一下这个房屋售卖情况 1月份的房屋售卖情况非常差 我不认为这个数字会是0 当然他说是0 那咱们也没法去反驳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是负数 当然我现在如果要是让我分析的话 我可以拿出一些数据出来 当然这个可能要做一个新的课程 那咱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那我们现在暂时就以0为主 以为准吧 但是我是极度怀疑这个数值的 我是极度怀疑这个数值的 这相当于是什么 这相当于是一种维稳的数值 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食品烟酒 食品烟酒 这个其实好理解 因为1月份 那就是过年 过年肯定很多人就要吃吃喝喝 那么食品烟酒会上涨 这个是还可以理解 好了这里面还有交通通信会上涨 可以理解 然后教育娱乐 这些也没有怎么上涨 也没怎么上涨 其他一些服务 然后衣着 那衣着这里面就文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会跌 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会跌 你注意这个是什么 这是环比 也就是说它比的是12月份 这个数值比的是12月份 2021年的12月份 为什么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字会跌 当然这个数值比较小 我们先暂时不看它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衣着为什么会跌 就是因为12月份有双十二 双十二 好说得非常好 大家想到了吗 大家知道去年的11月份和12月份 是两个非常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两个购物节 双十一和双十二 那么如果说1月份的衣着 这个购买衣服在需求在下降 那说明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老百姓就是把消费买衣服的这个钱 可能全部挪到了12月份和11月份 这两个月去了 其实这样的反向又最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老百姓现在除了刚需 也就吃吃喝喝 然后交通 你这你比如说你回家回老家 你必须要用这个玩意 你回老家你肯定想买这个东西 你买车票你肯定想买你吃吃喝喝 你这属于硬虚 你不可能过个年连吃吃喝都没有 那么其他的消费基本上都没了 看出了没有 同志们看出来了吗 所以我之前给大家下的结论 我之前给大家下的结论 基本上是看来是得到了验证 基本上是得到了验证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得到了验证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老百姓 我们可以这样说 简单点说老百姓基本上就躺平了 私人企业基本上也快躺平了 然后就剩这一个国家 然后国家现在在搞达基建 我们待会再来说CPI另外一个东西 好了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这里头一些数字 这些数字其实相关来说 就不是特别有用了 我待会再来说 好 私评烟酒类价格下降了1.8% 这个数字大家记一下 因为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待会来说 然后其他东西跟我们股市影响不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放过它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面来看 CPI在降准降息结论就是什么 在降准降息的情况下 消费者的消费情绪依旧低迷 这第一个结论就是我都已经降准 我又降息了 国家又降准了又降息了 你们这些韭菜们怎么还是不消费 这可能国家会有些疑惑 我相信他现在可能还在想 这韭菜们到底干嘛 第二个就是验证了我之前色荣和MI的数据 基本上老百姓都躺平了 好了 这两个结论 这里面我还有一段没有打 这两个结论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在这里直接打 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得出另外几个结论 因为这两个是实质性的一个 比如说前因后果 在降准降息的情况下 消费依旧低迷 这个呢 是我在上周日埋的一个坑 现在把它补齐了 也就是确确实实 老百姓不消费了 也都躺平了 那么说明了个什么问题 有人能回答吗 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了 市场经济特别低迷 然后企业也很正常 没听清楚说了什么 马上说明了 市场经济特别低迷 然后企业很多企业 因为消费者消费能力变低 然后企业它的营收肯定也就是直线下降 然后说明很多企业也面临了躺平 或者是解散的这种 你这个得出来的完全不名所以 你为什么从消费者低迷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现在企业也在解散呢 你中间有直接联系吗 有吧 就比如说我要买蛋糕 然后有10家蛋糕店 然后以前有100个人去买 然后现在可能只有10个人去10家蛋糕店买了 那肯定就说明 这10家蛋糕店肯定它的蛋糕是供大于求的 你是这样解释的 行我明白了 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观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解读 就是反正这个上面已经是 这个上面是两个事实 我在这里解读一下 第一个是老百姓对于未来的预期 经济预期 不乐观 为什么我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呢 道理很简单 你想想如果他现在他觉得 我现在要什么情况下 我现在把这个钱花出去了 可能我到明年没有钱花了 所以我现在不敢消费 首先是第一种这种想法 就是我以我对未来的经济不乐观 所以我就不消费或者是少消费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老百姓还有就是未来打工不乐观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传导的过程 比如说老百姓 就比如说一个农村的 我们就随便打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一个农村的张山 他可能觉得我比如说经济好 我就说一下经济好 那经济好的时候 他可能可能说我去深圳 我北上广深我去打工 我肯定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然后我现在经济不太好 那我就不去北上广深打工 反正就在家里吃吃喝喝 然后能维持一个基本的躺平就行了 那么这个打工市场 现在不太好赚钱 算了算了我不去了 原来我能赚个5000块钱 现在房租一涨 我还是只能赚个5000块钱 我还去干嘛呢 全部交房租了 不去了 那么可能就是这一点 也会导致老百姓对于未来的打工市场 也是不乐观的 这个呢 我其实稍微说一下 这个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这个方面 我是能够感触到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就是中国现在的 别人之前总是夸中国叫什么 叫做工生产制造业大国 确实是大国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确实是大国 但不是强国 强国不是那个强导众人推的那个强 是那个真正的强强弱的强 但是呢 注意一下 在我 在某领导的移民领导下 现在大部分的一些企业都在搬向东南亚 那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这种企业搬走了以后 工厂搬走了以后 那当然厉害的强国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衰弱 很多地方呢 他就是现在呢 就是人多长少 人多长少怎么办呢 他就降工资 他降工资降了以后 老百姓就比如说我现在去打工 我现在原来是4000块钱 你现在还给我降了3000块钱 我交完房租 我现在只剩下500块钱 你要知道 去这些工厂去打工的时候 他是要给家里汇钱回去的 大家搞清楚这一点 他为什么要汇钱呢 因为他老婆孩子是来不了北上广深的 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人就闯出来 然后呢他每个月 向家里汇个一两千块钱 或者过年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能够带个几万块钱回去 然后现在工厂是在降价 然后呢这个工厂还在变少 所以来说呢 你说我还去这个工厂去打工干嘛呢 你说我都我去了一年的时间 不能和老婆孩子见面 我还赚不到几个钱 然后也不能给家里汇几个钱 算了我就在一个小县城里面 就是那个做算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个是基本上 我可以这样说算是 比如说广东这一块的是一个普遍现象的 这是我了解的 这是我了解的 第二就是浙江那一边 浙江那一片 因为之前某领导提出来 共同富裕这个东西 把很多一些我认识的有钱人 现在都在都在准备把钱往外移 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明天我还可以开一节课 就是看这个中国资本外汇的流出情况 因为这个我查到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恐怖 基本上去年流出了将近300多亿 300多万亿 是外汇啊 不是人民币啊 300多万亿 所以来说呢 这个流出导致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多轮 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房价 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什么 现在如果这笔钱没有流出去 那么中国的房价应该呢 按道理说还会涨 但是现在中国的房子 中国的现在房子 大家知道了已经涨不动了 而且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腰斩 那么现在呢 全世界其他地方 我随便说几个地方啊 日本 土耳其 希腊 葡萄牙 西班牙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新西兰 这些国家我有一个数据 就是在2020年2021年到就去年一年 因为就是去年一年的数据就出来了 去年一年基本上涨了30% 这些地方的房价都是这些地方 都是基本上中国老百姓 非常喜欢移民的地方 有人可能说你说的什么 美国加拿大我还承认 你怎么土耳其希腊也算进去了 因为土耳其希腊是移民比较简单 那些国家 就是买他房你就移民了 所以就很多人就是往那里移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没说要去移民这些国家 就是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一些问题 就是什么 现在钱在往外流 钱在往外流 果然是什么 果然之前我们说的那个结论 现在一个一个都在验证 一个一个都在验证 好了 那今年我们这样看来的话 老百姓基本上对未来的经济 还有这个未来打工情况都是不太乐观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PPI 好 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 我们刚才要注意一下烟酒食品 好PPI PPI 其实首先是在下降 就是这个是出厂价格 出厂价格 是生产者出厂价格在下降 出厂价格说实话 出厂价格在下降 我们还要在一个构金价格也在下降 所以这两个都在下降 也就是它的成本也在下降 它卖出的价格也在下降 其实PPI对于这个上游企业 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 既不利好又不利坏 所以来说PPI基本上这个月没什么好分析的 所以我们给出了结论 上游企业没有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对于股市主要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第一个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 这个是我刚才让大家注意的一个板块 是在我们CPI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食品1.9同比下降了1.8 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股市里面的食品饮料 我们来看一下食品饮料这个板块 好我们看它的指数板块 好来看一下 我想我想你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通过这一个 因为这个K线你们现在都能看了 我现在想希望你们来分析一下 现在食品饮料这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那个大猪你来吧 大猪 你能听我说话吗 你声音好远啊 我我我用电脑声音 声音非常远不知道为什么 你能换一下声音吗或者方蕾你来 方蕾你来 人都都不见了 你来你来分析一下 我不来 我我现在干净答事 那让我们江总来 好那就那他切个麦嘛 对切个麦 我我切了我切了 你说吧 视频饮料 你觉得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视频饮料 这不 能听见吗 那能听见 没有 现在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觉得他 你觉得什么 我觉得他要穿透啊 我觉得这个点他守不住啊 你觉得他的最低点守不住是吗 感觉像守不住了是吗 这个位置守不住是吗 他首先他是在走一个小的三角 三角区间 上方的这个压力特别大 上方的压力特别大 这根k线的压力特别大 基本上他连 连这个k线的50%没到 就直接下来了 食品饮料非常弱 食品饮料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国家是在去年的时候 是非常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是非常强调就是内需的 那么内需的情况下食品饮料 还这么弱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中国老百姓真的是穷了 太穷了 啊 就是完全是扶不起来的 阿斗的感觉 好吧我直接来下结论吧 食品饮料 基本上这个情况 就现在不一定在注底 我们可以认为食品饮料 现在还在探底 也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底 还要往下再去找一个新的底 啊 稍微摸一下摸一下以后 这个三角穿透啊 这个三角看什么时候穿透 穿透了以后 打一个绿线继续下 如果能够往上线 往上冲 碰到这一个 碰到这个地方 一样还是一个压力 还是要下去 所以来说 食品饮料 基本上现在没戏了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 就要叫大家把食品饮料 所有的关于基金 还有股票全部抛掉 大家听懂了吗 去年我是什么时候 冬冬冬奥会之前 我记得是冬奥会之前 我让你们把手上的食品饮料的所有东西 全部抛掉 大家还记得吗 年底 年底前一个星期吧 好像是 食品饮料全部抛掉 去年一月 去年CP 上一个CPI出的时候 上一个CPI出的时候 那就12月底 那就1月初的时候了 1月中旬 对应该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冬奥会 我就跟你们说冬奥会 基本上就废了 食品饮料之前我就说了 被油脂炒了一把 油脂炒了一把以后 现在基本上就废掉了 食品饮料 我们现在就看它继续探底 然后猪肉板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猪肉板块 猪肉板块倒是还不错 还是看指数 猪肉板块 现在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反转K线已经形成 其实我们 在判断猪肉板块的时候 非常早了 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当时是在11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地方筑底已经完成了 11月份大家还记得吗 是在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地方 我当时是好像记得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猪肉板块 这个探底已经形成了 然后当时我说的是 它的领导K线是在这个地方 转折K线差不多是在这两根 然后这个地方是在继续验证 它的K线 然后这个是一个强势的多头 并且放量 所以来说整个这个趋势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是有一个回落 这个回落 是代表着1月份 整个消费比较低迷 所以被拉下来了 被拉下来了以后 其实它的整个趋势并没有产生改变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K线 这三个K线 它首先是红三冰 这个大家都学过 然后这里面还有叫一次放量 那么一次放量 在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的区间 非常强的一个区间 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 在这个区间里面 会震荡一段时间 让更多的一些吸盘者过来吸盘 吸完盘了以后继续往上冲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定 我觉得猪耳板块如果能跌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长的机会 如果大家不要想去买股票 我觉得不要去买股票 就买基金就行了 基金我之前叫大家 教大家是玩过的 所以大家大家自己去 自己去选一些好的一些基金的品种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选选基金品种的时候的一些坑 以后有机会跟他讲一下 好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一个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已经是有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油资也好 或者说称之为叫这个机构也好 他肯定已经在这个地方入场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他当然他不会直接拉 他还是要根据一些消息 和利多的一些消息 跟着借势一起来推起来 所以猪耳板块会在这个地方 先振一段时间 等这一个上证 现在上证的整个结论呢 我先说一下 上证指数这个整个结论呢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像这个温和方量 注意很多人认为上证现在是不是 应该可以转多头了 是不是可以入场了 我可以这样说 离得非常远 离得非常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上证现在目前来看 他是在筑底的一个过程 注意我说的是一个筑底的过程 并没有说这个地方就已经筑底成功了 他说不定他还会破 但是目前我不认为他现在就是 他现在就是一个往上升的一个趋势 他是一个什么呢 叫温和放量 温和放量注意一下 他现在是被一些地方给压制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长的 在这里我记得画了一个图 我们看一下上证 他是要考验一下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一下考验一下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可以显示 在这一根 那大家注意一下是在这一根 我当时找到了这一根 这里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压区 这个强压区就会导致你看碰到这个位置以后 立马就往下 那么现在第二次碰触 第二次碰触 看他第二次碰触以后会是一个什么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假设 如果他想突破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必然要产生一个 比他更强的一个放量区 如果要是产生不了 那么震荡一下继续下来 除非他能把上面的所有筹码全部消化掉 那么整个上证才能转成多头 不然的话现在就是一个震荡 震荡的一个过程 震荡的一个过程 不要去看他的方向 现在无非你要想做就是低位去吸筹 就是如果他能回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去吸个筹 然后上去了 你赶紧抛掉 进入一个箱体的震荡 低位吸个筹 上去抛掉 就是一个过程 但是这里面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说现在外围市场 外围市场 现在纳斯达克走的非常难看 纳斯达克走的非常难看 当然原因很多 有的是乌克兰的问题 就是国际趋势的问题 还有就是3月份加息的预期 那么这些等等这些问题 我现在不太看好上证 上证能够马上走出来 我觉得至少要震荡个一两个月 我说我觉得至少来说等削子落地 我觉得至少等3月份的 等3月份的加息削子落地 到底是加50个点 100个点还是200个点 等它削子落地 落地确定了以后 这个外资该走的走 北上资金该走的走 那么全部都已经尘埃落地了以后 这个东西才会有能力往上压 不然的话现在就是上面冲一下 估计在碰到这个位置以后再下去 如果像现在没有放量温和这种 应该也就是一个震荡的区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个 就可以分析出一些问题来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食品饮料猪肉 我们刚才分析了食品饮料 还有猪肉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 创业版之前是走的非常难看 我是 太多了 我还是用这个 创业版 创业版的这个反弹被压制的非常厉害 反弹压制非常厉害 他的这个压制点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找得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创业版的反弹的这个 注意这个只是创业版反弹 这个绝对不会是一个构成一个 现在形成一个多头的局面 那么现在创业版的这个反弹的压力点 大家能找得出来是哪里吗 大家通过现在这个盘面 大家能否分析出来创业版的反弹的压力位 在什么地方 最近的咱们当然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压力位 大家能不能找出来 这个离现在价格最近的一个位置 在什么地方 好 3130 这个LURUS 2900 3 我们先来看一下3130是在什么地方 3130是在3130 3130到这里来了 3130到这里来了 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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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远了 然后大株提子说是2900 2900差不多这个位置 有其他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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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好吧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非常保守 是2888 这个数字很吉利2888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会得出一个这个结论 是因为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放量 这个地方是有稍微有个放量 因为这个地方的量能比其他地方要高 这个地方有一个量能 也就是这一根K线 大家注意 虽然这个K线是个涨 注意这个K线虽然是个涨 但是也就说明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进场 这个地方很多人进场 那么这个地方很多人进场 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如果要突破这个位置 咱们从之前我们 我已经交给大家了 你如果要突破一个 之前在这个地方买了很多的一些人 就是入场了很多的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很多人入场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他要想突破这个位置 他就必须要把之前那些人 就是已经被套牢的人 他要把它解套 那么解套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我想上涨的话 比如说我想涨过这个位置 我就必须要放量 我不放量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上面那些被套的人呢 我就会大量的抛压 什么叫抛压呢 就是我现在手上有股票 哎你涨上来了对吧 我赶紧抛掉 大家知道通过供需的关系 只要一抛本来该涨的股票 他最后也变成了跌了 对吧 因为买的人少 买卖的人多 那肯定最后的价格就是往下跌了 所以现在首先第一个最接近的一个压力位 其实在这个位置 当然你说这个位置也算 这个位置也算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大致可以设定为2880到2900点之间 这个地方的压力位是非常强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产生一个什么 平行的三根k线 是稳妥的站在一起 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是什么 有三次想往上冲 但是呢都没冲成功 这个地方肯定也是套牢的一堆人 这个地方肯定也是套牢的一堆人 所以来说呢 只要往上冲 那么像这个地方套牢的人 这个地方被套牢的人 首先你要解套 你这些人不解套 你想通 你就想冲上去 基本上没有可能 那基本上没有可能 所以来说呢 这个创业版现在真的是水深火热 我们之前让那些不要去买的股票 创业版的一些股票看来是推荐对了 好了我们看一下看一下里面 看一下创业50 创业50 创业50大家知道就是创业版里面龙头的 创业版龙头的50只股票 这个lure说周线看一下 好先看一下周线吧 好我们还回到这是刚才有位同学提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版指数 他让我看一下周线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 周线现在是一个明显 现在他想干嘛 他现在想进行一个反弹 注意我现在是我现在称之为叫回调 我说的不是叫一个什么叫反转 大家先注意一下我用的词 我说他是叫回调或者叫反弹都可以 但是绝对行不成反转的形态 你反转的话 咱们就算是从裸K的技术上来讲 你反转至少来说也是个吞没形态 你至少是能够走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就是一根K线 能够把这根K线完全吞没 那么至少出现一个吞没的形态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出现我们从这个周线 然后我们从月线上面 能够看到一个像什么倒锤形 这应该是正锤形 那么从一个正锤形的这个形状 那么我们才可以理解成可能在进行反转 现在我们暂且都认为叫反弹 暂且都认为他是要反弹回调 空头的回调 注意我说的是空头的回调 也就是空头向上涨一下继续往下跌 所以来说他现在沉压是非常重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周线里面 这根K线 我里去这根K线 我是这样 这根K线 这个K线的量价量能量太重了 想就算是我说了刚才把2800到2900 2900点这个区间给破掉了 那么上方在周线这个位置 还会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质押空间 这个位置我估计 看今年上半年有没有机会突破 看今年上半年有没有机会突破 那么现在我不认为我不太乐观 对于创业板 因为创业板现在无非就是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两个个股 创业50 创业50 创业板50 因为现在这个创业板呢 无非就是一个是医疗啊 大家知道还有一个是科技股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科技股 那么医疗呢 现在之前我是很看好医疗的 后面我会再来分析医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现在还有一个创业50 之前让大家不去买比亚迪 看来真的是买推荐对了 有不是有人想买比亚迪吗 看一下林德时代 看一下林德时代的下场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比亚迪会是什么市场了 这个比亚迪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亚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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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算是这个板块里面非常强的一个板块 他现在呢整个这个趋势就已经被被lag了啊 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叫量价背离 大家注意一下量价背离 然后呢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高压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现在他正在 正在正在测试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而且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量价背离 所以我现在呢我大概率看这个地方 可能还要继续摸底 然后我现在大概率看这个林德时代 还要继续在摸底 那么底部在哪里现在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我们现在只能测 我们现在只能确定林德时代 现在他的这个股市 并没有产生一个反转根本性的一个利好 他现在还要再继续继续 要不就震荡 要不就是再去摸一下底 这个要破一下485.06这个追低点 破一下这个追低点以后 我们看一下后面在哪个地方有一些支撑 如果要说的话支撑的话就比较远了 这个地方就比较远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在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根k线 这个k线呢也就是说现在481 481.07到400 400 533这个区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根 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看他能不能守住 守不住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要补一下这个地方的缺口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缺口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那既然他这一次都已经下来了 那么下来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干脆他就可能啊 这个地方没有缺口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没有缺口了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可能还要再去碰一下 再去碰一下他下面的底 再碰一下下面的底 所以来说呢 林德时代 我既然我既然我都觉得林德时代都还低 之前想买比亚迪的 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心情啊 张科啊 陈科 什么心情 之前一月份你想买比亚迪 买进去就套啊 基本上就毫无质疑买进去就套 陈科 哎 你的比亚迪买进去就套 基本上连连连连跑的跑路的机会都没有 我现在什么心情 赚了的心情 因为听了你的话没有买 哎 这个这个比亚迪 哎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的比亚迪 可能是因为林德时代长得太猛 所以他想他想哎呀我唱个底吧 所以这就非常不好啊 这个这个习惯就非常不好啊 在中国股市里面不能这样玩啊 中国股市里面怎么玩呢 他他必须要怎么叫恒者恒强 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些强势的板块 然后前两天还有个朋友在问我 他说哎 你看我这只股票属属于 属于这个属于优质股票 我说你怎么来界定这个股 这个因为在中国啊 在中国他不像美国 美国你比如说Facebook Facebook现在也不行了 比如说像苹果特斯拉啊 Google 微软 英伟达 这些股票 他属于叫优质股票 呃 但是在中国 你比如说你怎么界定一个 一个股票叫做优质股票 好 业绩非常好吗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就算是业绩非常好 也不代表他就能上涨 大家搞清楚这一点 就算是业绩非常好 也不代表他能够上涨 只不过说业绩非常好 他有一个上涨的一个什么 背书仅此而已 但是他能不能上涨 还要看另外一个东西 我之前一直在强调 还要看什么东西 还要看一个什么东西 好你买的是阿里巴巴 等一下我会评评价阿里巴巴的 可能你别急 我后面会评价美股的 还有个什么东西你们还记得吗 高处不能做多 低处不能做空 这个中国的股票能做空吗 当然你说的是一个股指期货 可以股指期货可以 但是股票不能做空 好刚才说的优质股票 怎么来界定 它是优质股票 首先第一 要有业绩进行支撑 对吧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强势板块 强势板块 还有什么 他叫强势板块吗 这个话不能叫强势板块 利好板块 利好板块 你这基本上 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个 能不能想到一个词来形容它 因为注意在中国所有的一些利好的板块 它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轮变的 就是上 就比如说之前 就比如说锂电池板块 是非常好的一个板块 现在锂电池 以这个林德实在为准的锂电池 现在就不行了 政策板块 什么 政策板块 为什么锂电池就不行了呢 这个跟政策有什么关系吗 好吧 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 其实叫做赛道板块 我们用一句话来 高高金特尖板块 不对 你这个说的是北交所吗 大哥 你都不知道北交所现在有多恐怖 恐怖吗 进去的人基本上都套牢 哈哈 这个Lauros看来不太了解中国股市 北交所 你这是在说北交所吗 你这是在说北交所吗 北交所概念 北交所之前有一个数据 在我之前的课里面跟大家讲过 就是基本上你进去的人 基本上都是被套牢了的 基本上进去的人都是被套牢的 所以基本上连出去的这个机会都没有 连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北交所这一个什么专金特金吧 你所说的叫做 其实在我们这个里面叫专金特金 专业的专 专金特新 对叫专金特新 刚才念错了专金特新 其实就是北交所吗 专金特新就是北交所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北交所 北交所就跑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专金特新板块并不能成为一个那个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在中国叫什么叫做优质股票呢 其实首先第一你要会选股 首先第一应该说第一你要首先会看什么呢 看板块选板块 选板块 选板块了以后呢 还要会选股 还要选什么叫赛道股 什么叫赛道股呢 现在就是进入的 大家知道在中国现在上证和深圳 加上什么这些北交所啊 加上这些股票 差不多有4000多只 你要怎么样能够选出一只股票 它能够上涨 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 那么概率非常低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钱是非常少的 大家知道无非现在炒这个股票的 通过我们龙虎榜上面的分析啊 通过我们龙虎榜上面的分析 无非就是几个东西 我随便找一只股票啊 随便找这股票啊 它无非就是分为以下几个东西 叫什么呢 游资证券交易所 他这还从来没有出现过龙虎榜 这个地方 龙虎榜单 无非就是游资 还有什么 还有证券交易所 还有北上资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香港进入 入到中国的这个什么资金啊 就是国外资金 无非就是四大资金 四大基金 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好那么这些东西呢 这些这些钱呢 他进来了以后 他毕竟他不可能每一个板块 他都能炒得到 他不一定每个板块他都能炒到 所以来说呢 我们就要怎么办 我们就要去抓住 我们在中国做股票还真是难 要怎么样 要学会去抓东奖 也就是我们要把他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东奖 炒这个股票的东奖 要给像捉小鬼一样把它捉出来 捉出来 捉出来了以后 我们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主流这个盘面 一起来入场 或者来说说 比他更低的这个价位来入场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 不然的话你想想 你这个股票业绩再好 没有人去炒他 他一样 也就是在一个低位进行震荡而已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股市是万年不涨 越南现在股市市场 股票市场都比中国好 所以来说在中国玩股票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概率能够赚钱的事件 我基本上我都觉得他属于小概率能够赚钱 如果要是跟美股来比 基本上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完全就是对比错的东西 就是美国的股票 应该中国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就不用说了吧 就反正非常差了 好吧 我们继续 好 我给大家来推荐几个股票 几个板块叫沿湖提底 这个板块 看大家有几个人知道 首先我看到这个板块呢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这根k线出现的时候 这根k线出现的时候呢 代表着什么呢 这根k线出现的时候 代表着反转已经形成 首先我说一下 这个板块已经形成了筑底形态了 这个板块已经形成了筑底形态了 今天人比较多 我有些东西 有些技术我在这里就不再分享了 这个以后在私下的时候再来分享 就是我是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看到它的反转形态已经形成 在这个地方有验证了一下我之前的想法 在这个地方有验证了一下我的想法 那么沿湖提底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赛道板块 现在呢也非常热也非常热 我觉得是能够回到这个区间 能回到这个补一下这个缺口 补最好能补一下 那如果他直接上去了也没办法 如果能补一下是最好 因为像这个上证这个股市 他补补这个缺口 他总觉得是缺点什么东西 他底部就像是没夯时一样 没夯时一样 所以在这里呢 要补一下这个缺口的时候 入场是最好的 补一下缺口入场是最好的 好这就是这个我是看好它的 后续呢是能够能够反转的 这个后续能够上涨的 反转已经形成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现在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板块 非常强的是什么呢 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为什么强呢 因为新基建 其实从我们上周日 得出了涉容数据到这周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什么 立好新基建的 这一次放水跟2008年非常类似 这次放水跟2008年非常类似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结果会不一样 2008年呢就当时呢大家都有一股劲 想往上冲 所以来说呢 当时放了水以后这笔水呢 被马上消化到了整个市场里面去了 但是这一次放水呢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市场不买账 这一次明显比2008年是市场不买账 也就是说你放再多的水 我企业还是继续躺平 我消费者还是不消费 所以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一次 就是2022年这次放水 和2008年这次放水 有本质上的区别了 就是说可能会产生本质上区别的一个结果 那么工程建设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新基建 就是新基建 就是新基建的一种说法 所以来说呢 现在工程基建 现在我们称之为叫强者 强者 强者 它现在就属于龙头 在整个里面就属于一个什么 就是灵涨板块 属于叫灵涨板块 那么这个灵涨板块呢 现在不能去追了 现在这个高处 我们称之为叫高处不胜寒 这个地方不能再去追了 因为说不定在什么地方 再给你回调一下 你就被套进去了 所以来说呢 像这种像这种机会 我们就已经失去了 我们就不用看它了 我们分析一下就行了 分析一下就行了 就是 死基了吗 好 这是工程建设 好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 封电设备 封电设备呢 这个指数 我说的是这个指数 不是某一个股票 我在这里是不会跟大家说任何股票的 因为说股票的话 那个好 这个大家都懂的 我只是推 我只是说这个 我看好的这个板块 注意我说的是板块 首先封电设备这个板块呢 现在已经转折 K线已经形成了 哪一根我在这里就不指出来了 今天人比较多 我在这里就不指出我的一些核心的一些 核心的一些技法了 那么现在呢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稍微的震荡一下 如果能回调一下 回调一下 再打一下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底部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底部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往上拿去补这个缺口 去补这个缺口 封电设备 封电设备 当然也这个封电设备呢 其实也是沾了这个大基建的光 因为现在什么 要叫环保能源 当然还有一个轻能源 环保能源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封电设备呢 它其实也属于这个环保能源的 其中的一个板块而已 所以来说呢 它其实也是在沾这个大基建的光 所以这一块呢 我觉得现在上阵 现在是要走一个震荡 像这种封电的这种设备呢 现在转折K线已经形成 那么最后呢 它应该在上阵 如果能够突破有效的前提下 它能够趋势上涨 好 这是封电设备 我对于这个股票的一个看法 这个板块的一个看法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之前我给大家 这个是我看到的 就是之前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板块 叫光伏设备 光伏设备呢 目前趋势还没有变 因为之前有人问我 就是因为光伏设备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在去年年 在年中的时候炒的非常热的一个板块 他问我这个光伏设备能不能进场 那么在这里我先说一下 光伏设备这个转折K线并没有形成 转折K线并没有形成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趋势没有变 趋势并没有形成 在这里先说一下 先说一下结论 趋势整个趋势并反转趋势并没有产生改变 后面呢我觉得应该是要震荡 继续震荡 然后震荡的什么程度呢 首先这个位置能不能保住 首先我们还要看这个上震指数 首先我们要看上震指数 在上震指数如果也是趋势震荡 然后呢没有破新低的情况下 光伏设备呢这个地方可能能保住 目前来说呢我觉得他还要再探一下 再探一下以后再 再说现在我们现在不要去任何去碰这个设备 因为这个呢在去年的时候是非常热的一个板块 在这里呢 大家就推荐大家进入这一个赛道了 不要去进入这个板块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种 叫CIO 这个CIO呢这个非常特殊 倒不是说我看好他 倒不是说我看好他 他属于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大致说一下 就是他这个呢是属于叫 因为有的称之为叫技术面 我们称之为叫技术面分析 你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 叫沿湖体理 这一个呢我说叫技术面的一些分析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大基建 这个是参考的一些政策面 那么像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做情绪面 大家注意就是股市呢 它分成了很多种政策面 技术面情绪面 那么这个呢就是完全就属于 情绪面的一个板块了 这个板块呢非常特殊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情绪面呢 因为它跌的时间太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从去年10月份 也就是相当于11之后 就基本上在跌跌不休 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头肩顶的形态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出现一个头肩顶 哎呦这个形态好像是一个 这个形态好像是个那个 好像是一个蝴蝶 好吧 这个不管它 那么出现了一个头肩顶的形态以后呢 然后再跌跌不休 从去年10月份跌到现在 基本上就跌了将近4个月 跌了4个月以后呢 情绪已经达到了冰点 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没有任何人 就像一个气阴一样 现在没有任何人看好它 那么在前段时间呢 就就反正已经跌到冰点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 这台股市在中国的股市里面呢 就是只要出现了冰点的一些股市呢 相反可能会带来一点点小的机会 就比如说像CIO CIO现在呢就是已经情绪到了冰点 然后物极就要必反 所以大家呢可以去读一下那个禅论 禅论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禅论其实它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阴阳八卦 然后得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来说呢叫做物极必反 其实我能够从这个CIO里面就能看出来 哪位哪位听众可以把这个麦克风 可以关一下 待会呢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发言 好了 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情绪到了冰点 冰点了以后呢 产生了一个物极必反 他能涨多久 我并不看我并不太看好 我并并不太看好 因为上方的压力群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来指出来一个 最最接近高点的一个 离他最近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最接近一个高点的一个压力位呢 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 在2215 2215 那么现在呢是在1900 那差不多我们现在差不多有将近多少点 将近有4000多个小点 4000多个小点 我们看一下在这在这边 在这边有不有 2050也是有一段压力位的 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一段压力位的 那么这种压力位呢 我觉得都会导致他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能冰点 他的也就是他现在这个情绪冰点 会继续到来 在这里呢我还要补充说一下 就是之前我不是在群里面 叫大家买了个黄金的空单和原油的多单 很多人就说你这个位置没到 就是我说在这个位置买 然后呢就有人给我来较真 他说你这个位置没到 买不进去 这能提出这种问题的人 我觉得一般都是水平太差的人 我不是在匹大家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个位置不是代表一根线 而是代表一个区间 因为这个区间你是搞不清楚 他当然你这个区间是有一定范围的 你不能是向上向下可以无限的扩大 这就不对 那么他应该是什么 首先是在一个线周围 上下呢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精确的数值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如果是在外汇市场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200个小点 上下200个小点 你不能是指望打正好打的这个位置 这是谁 那能够正好打的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无非就是两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骗子 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神 我说了我们技术分析的所有的这个地方 他最大的最大的公约数 也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也就是说他可能到了这个地方 我之前说的是到这个地方可能开始下跌 但是他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下跌 他说你没达到 你这不准 好吧 我不想说啥了 这就属于什么 这就属于这个技术没学好的 他还不了解这个外汇和股票市场的真正技术 是在什么地方 真正某一个区 某一个压力位 某一个支撑位 它称之为叫什么 它是一个压力区间和一个支撑区间 而不是一条线 如果你是把这个压力位和支撑位 当做一根线的话 就说明你学的太浅了 学的太浅了 咱们不用去跟这些人去交流 我觉得是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基建另外一个板块 公用事业 或者公用 公用 公用事业其实也是被这一波大基建的浪潮给带起来了 因为本身大家想一下 只要是你搞基建 你肯定是要涉及到公用的一些产品的 所以这个纯粹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利好 再加上反转k线已经形成 那么公用事业基本上有机会的话 能够补一下这些缺口 都是非常好能够入场的一个机会 都是能够非常好入场的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今年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板块 基本上没有什么 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现在大基建相关 跟我们现在老百姓相关的板块 基本上没有了 跟老百姓相关的板块基本上就没有 就比如说我像去年还推荐一下什么食品饮料 我现在今年一个都没推荐 今年一个都不推荐 因为看CPI的消费 咱们也没信心了 咱们也对食品饮料也没什么信心了 所以来说全部推荐的 都是跟国家投资相关的 所以这里面又回到我们之前的主题了 就是现在整个国家经济就是想靠什么 就是想靠大基建来立天改命 到底能不能立天改命成功 我觉得这一次很难了 我觉得这一次很难了 当然从股市里面 咱们该做股票做股票 去做它多单没问题 但是你要说这一次能不能 比08年这个效果很好 基本上在内忧外患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已经是没有那个2008年的一个效果了 而且我再说一个就是那个话 就是一个招式如果经常用就没什么用了 就比如说一个患癌的人 一个患癌的人 他需要打了个症痛剂 之前打一针可以维持12个小时 后来打多了 他再打一针的时候就只能维持6个小时 甚至到最后只能维持一两个小时 也就是像这种放大大水漫灌这种事情 就是越放就越没有效果 就是那种症痛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今年再加上今年 今年这个今年 但是今年有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呢 今年要开会 大家都知道在政治上面要开个会 开会的话 这个有点敏感 我就不说其他的事情了 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今年要开会的话 要营造一个盛世的情况 可能会通过一些这些大基建的一些项目 把整个股市给拉起来 可能我只能说是可能 就是因为你想想现在整个要开会了 你看我的股市里面哀鸿遍野 这怎么样也不像是一个好事情了 所以哪怕是说现在是现在国家队入场 也要把股市要稍微就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开会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这个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那迷的比较远 我们后面还有几个月 我们还可以去 有机会我们再来进行分析 好了 这个是公用事业 这个也属于大基建板块 好了中药 中药来了 中药说实话 中药 这个转折黑线已经形成了 首先中药基本上转折黑线已经形成了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 我认为中药的筑底已经筑成功了 筑底已经筑成功了 还是一样 有些话我今天这堂课我不能讲 那么中药筑成功了以后 再加上我们的领导非常喜欢中药这个板块 就比如说不是板块 就是非常喜欢中药这个品种 就比如说治疗新冠使用中药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中药还有一次第二春的机会 去年大家都知道就是发挥了一次 发挥了一次 冲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今年看有没有第二次机会 能够破一个新高 能不能破一个新高 因为领导喜欢 在中国大家知道 这就是股市是要听名于政治的 所以来说现在整这个中药 现在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入场位 现在说实话就现在这个位置 就现在这个位置 稍微更低一点更好 那当然更低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舒服 那么只要不破这个位置 只要实体不破1261 只要实体不破1261.34 也就是实体部分 引线碰到不要紧 实体只要不站在下面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中药我们要想去做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开个单 然后1260这个位置设一个止损 我们上线往下1256这个位置设一个止损 然后往上拿 首先看这个把这个缺口给抹掉 把这个缺口被抹掉 先看第一个缺口 缺口这个缺口到时候形态形成了以后 再来看第二个缺口有没有机会 第二个缺口有没有机会 一步一步来 不要想一次性就想破新高 中药现在中国股市不具有这么好的这种 这个还需要一个契机 就比如说像中药 他可能需要怎么疫情要再进行一个爆发 或者说现在某一个中药厂 现在可能发明了一个治疗新冠的一个口服药 所以来说呢 现在这个中药呢 现在现在目前情况下 就是要等一个契机 等一个契机 当然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 就是很多的一些药全部 就是跟医药板块的一些 跟医药板块的一些概念全部是在跌 全部是在跌 那么这个为什么就是来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跌呢 大家知道一个消息吗 有个消息大家知道吗 我问一下大家 看了你看有几个人知不知道 辉瑞的口服业 容许路路路径了 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吗 知道 因为之前中国是绝对不会让辉瑞的这一个口服业路径的 因为它一路径相当于什么呢 鲜鱼效应 它就会导致中国很多很多的一些 就比如像莲花清温这种大骗子 这种药就没有市场了 莲花清温完全就是骗子 那个叫什么 他石家庄的 石家庄的什么药 什么药厂 这就是他说他能够治疗这个莲花清温 这完全是扯淡 完全扯淡 但是呢 辉瑞这个药是确确实实能够口服能够治疗的 那么他的这个路场会导致什么 整个医药行业要重新洗牌 因为现在医药行业能够现在暴涨 主要原因就在于现在疫情没有灭 没有出现特效药 在没有出现特效药的时候 只要出现疫情 那么这个医药板块就会正趁势 再重新找一下 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叫生物检测板块 是叫生物检测板 是叫生物检测板 生物检测 不叫生物检测 是叫什么检测 我这个上面有的 我看一下 体外诊断 体外诊断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体外诊断这个板块 体外诊断是什么 只要你有机会 只要是那个 只要是疫情爆发一来 只要疫情的爆发一推 那么这个板块就会跟着一起涨 这完全就是这叫什么 发国烂财的一个板块 发国烂财的一个板块 所以来说呢 当然发不发国烂财 那是那是他那是那是国家说的算 我们就跟着一起喝点汤就行了 所以来说呢 像现在这个辉瑞这个口服药怒场怒事以后呢 我觉得会导致整个这个医药板块重新洗牌 但是目前来看啊 中药 我觉得中药对它的冲击力 并没有辉瑞 就是进入其他板块 那么冲击力影响那么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虽然也是有一个下跌 虽然也是有个下跌 但是呢这个下跌呢 我们只是称之为叫回调 它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站稳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箱体的这个位置站稳了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是一个残论里面的就是中枢 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叫残论里面的中枢 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箱体的 中枢部分来看的 在中枢部分只要突破了以后 我们就看涨 然后在这个地方回调了以后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 又可以认为它这个地方站稳了 然后就可以往上冲 好吧 我就不再多说了中药 好再来看一下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也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而且我在推荐的时候 推荐的时间比较早了 我记得是在奥运会之前 记得吗同志们 奥运会之前是几号 应该是在这一段区间 应该是这一段区间 奥运会之前 我当时就说了 首先就是冬奥会会怎么样 会大力的推行这个会推荐 会大力的推行数字货币 那么数字货币 现在目前来看 现在是如火如荼的在搞3月1号 大家记得这个节点3月1号 所有的小商家小商贩都不能用这个 微信和周围宝进行支付收款了 我现在去我现在在深圳 我现在来到我现在去有些地方吃饭 现在已经不能用微信直接支付了 他他只能是用那个手机打开那个那个 他原来不是在墙上挂着一些那种扫码吗 现在不能支付了 所以来说也就是说 数字货币是叫什么 叫霸王硬上弓 他怎么样也往上冲 数字货币我之前有一个评价 数字货币其实就是新时代的粮票 新时代的粮票 他想发挥粮票的功能 他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微信支付宝 这些地方你全部要把它干掉 你不干掉 你不把它变成全国的统一 这个垄断的东西 它是没法变成粮票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把现金给干掉 我所以我之前说了 应该有很多的银行 应该慢慢的就不会让你取现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应该有很多的银行 现在就不会再让你取现了 就是不让你去现金了 让你以后要不就是用数字货币 要不就用数字货币 就没得选了 等这一步到来的时候 基本上数字粮票也就是落实了 以后老百姓买一个买一顿 买买一公斤米买一斤油 那都是计划体制内的一些产物 都是要全部全部都要是汇报到党中央上面去的 到时候你去买什么东西 你都是要向党中央来进行汇报的 好吧 好数字货币 当然我们从股市的行情来说 我觉得股市如果他能补一下缺口回到这个位置 我们去买它是非常好的 数字货币因为现在已经是 现在没上车的再上车已经来不及了 我现在只是说一下 就是没上车的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在这里只是评价一下 数字货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板块 能够回到这个地方 那么再上车是可以 但是现在不能追涨 现在不能追涨 好了再来说一下心动人 这里面心动人 莲花清温不好喝 就是面粉 好吧我还没从 你真是小韭菜 你还真的跑去买莲花清温 心动人 给大家介绍一个 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板块 这个板块我非常看好 培育钻石 有人知道这个产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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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问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 你这一说培育钻石是干嘛的 大概知道 你说说看杨昊 这杨昊吧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 这是 你现在现在说不了的话那算了 说不了算了 首先我说一下 培育钻石 培育钻石这个板块呢 现在目前筑底已经形成了 首先第一就是画趋势线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画得出来趋势线 趋势线这个地方 就已经把这个趋势给突破了 下跌趋势突破了 当然它除了这个趋势线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我在这里核心机密 我在这里就不再去赘述了 我在这里就有些东西 有东西还是属于我核心机密 我不能在这里随便透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培育钻石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现在是非常看好它的 它如果能回调到887这个位置的时候 能够上车 那当然是非常好 如果要是不回调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现在先把缺口先补了 缺口补完了以后 它在如果先补一下缺口 再往下打一下 打一下在这个地方区间震荡 震荡完了以后再来补上方这个缺口 再来补上方这个缺口 所谓来说培育钻石这个板块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板块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板块是干嘛的 说白了就是人工钻石 因为人工大家知道 钻石这个玩意 是现在是被美国的几家 钻石的公司给垄断了 所以来说现在就有人工钻石 这种东西 人工钻石其实就是来挑战 挑战这个钻石市场 因为这个钻石市场 是中国是没有定价权的 全部都是由美国那边 当然还有南非南非生产钻石 由南非南非英国还美国这几家 这几家公司来定价 所以中国是没有任何定价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就出来一个板块叫培育钻石 培育钻石就是什么呢 做人造钻石 其实我觉得人造钻石 它除了大家注意一下 人造钻石 钻石除了什么 除了它的欣赏性 保值性以外呢 心脏性还有工业性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保值性在里面 对它还有一个保值性在里面 比如说就是像现在 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针打起来了 假设 假设乌克兰和俄罗斯针打起来了 那么培育钻石一样也会涨 因为它和黄金的属性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贵金属 贵金属这个板块大家可以看到 借势就是借着乌克兰 这两天开始乌克兰和俄罗斯 这两天在那个巡视之势 在我们中国称之为叫巡视之势 那么趁着巡视之势这个事情 贵金属在狂涨 就涨了一波 但是后来现在爱打不打 现在又不知道能不能打 所以现在我们不去猜 我们现在不用去像这种社会事情 我们不要去猜 因为你说猜打和不打 我们现在做出两种准备 第一种是打 打会导致什么情况 打就会导致贵金属上涨 那不打会导致什么情况 不打就会导致股市会上涨 所以这里面它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逻辑关系了 如果贵金属上涨 股市如果真打起来股市肯定就下街 当然是全球股市 那么这里面的一个逻辑信号是个什么 首先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德国工业3.0指数就要下跌 对吧 英国的指数也要下跌 然后导致道琼斯指数和 纳斯达克指数也下跌 那么就导致 那么这些指数 然后会导致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那么上阵指数 在全球指数都在下跌的情况下 它本来就走弱 那么它肯定还要再跌 所以来说如果打仗 那么指数肯定要再下跌 如果不打 如果不打 上阵的指数会不会涨 目前来说也不一定 我刚才已经下了结论了 也会在低位先震荡一段区间 然后看后面的行情 再怎么走 好吧 所以来说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钻石板块 下一个结论 整个股票市场 现在是一个震荡筑底 或者是摸底的阶段 有的是在筑底 有的是在摸底 我刚才也分析了一下 哪些是在摸底 哪些是在筑底 所以来说 大家现在可以该动手的动手 不该动手的就不要去碰 然后给大家今年推荐的 今年推荐的这些板块 基本上都是跟我们政策相关的 就是说现在从业绩来看 现在业绩都不太好 所以现在都是跟政策相关的 也就是说现在私人企业 我现在没有推荐一个 基本上都是在推荐跟国家 补助相关的一些板块了 其实这样来说 对经济非常的不好 对经济其实非常的不好 当然也只有这些东西能推荐 我不认识说 让大家去去买一些消费股 那这种消费股 那确实是对私营企业有好处 但是你亏钱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来说 这个玩意只能是这样了 中国股市现在这个情况 也只能这样了 那么大家如果想买股票的话 我不会推荐股票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在基金里面去选一些基金 怎么去买 我之前讲过了好 大家可以有些什么股票 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待会讨论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美股了 我们就可以来讲美股了 好了我们最后再下一个结论 我们最后再来下一个结论 好来看一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呢 现在我目前我是觉得它应该就是在3400点到3500点这个区间在进行震荡 3500在这里 3400在这里 3400在这里 也就是说现在呢 就是在上证指数 就是我是看所有股票我就是以它作为龙头 它能够涨 那么整个大盘都能涨 它要是跌 它要是震荡 整个大盘都是在震荡 所以现在上证股票 上证股市呢 就是在3400点到3500点进行震荡 然后呢个股呢跌多涨少 首先我下一个结论 就是事实就是跌多涨少 缩量的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要去追 就是量 成交量比较小的一些股票 千万不要去追 好了创业版 创业版 创业版呢 现在是小市值的股票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小市值的股票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什么称之为小市值的股票啊 大家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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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小市值的股票啊 我都忘了 算了都忘了我就不说了 你们连个笔记都不做吗 大哥们 我之前还重点给你们推荐过一些小市值的股票的板块的呢 你们都哎 好吧 不管了 记笔记了 当时记得了 你翻一下 是多少亿啊 是多少亿啊 500亿以下 500亿以下 那么小市值的股票 我们不小 小市 50亿 50亿 我市值的是50 到底是50亿还是500亿啊 大哥 大姐 你不要 这两个差别很大啊 插个零差别很大啊 应该是500亿 50 大的是500亿以上 小的是500亿以下 那个专精特新属于小美股 可以的 好了 创业版呢 小市值的股票现在是联动轮动性比较强 说一下什么叫轮动性比较强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你很难捉到庄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有个张三这个股票突然涨起来了 等他等你想追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股票一下跌下去了 叫轮动性很强 然后明天又换成你市这只股票涨了 所以来说呢 现在创业版呢 就是小股票很活跃 庄家呢 现在轮动性非常强 你基本上捉不住庄家 所以现在创业版不要碰 给出的结论就是创业版不要碰 你看到某个股在涨 连碰都不能碰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跌下来了 所以来说呢 他现在呢 就是在2700点这个位置呢 有一些支撑 但是我觉得这个支撑比较弱 不一定能撑得住 那所以这里呢 是对创业版的一个分析 整个市场呢 是以稳为主的一个缩量反弹 这整个市场是一个缩量的反弹 我之前已经下过结论了 缩量反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赛道股票 赛道股票呢 是有哪些呢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也都打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也都分析过了 比如说我之前就给大家推荐过银行保险 消费食品 消费食品主要是猪肉类的 就是猪肉类的 然后中药 新老基建 这个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消费电子 然后呢还有新动能的 新动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刚刚进入赛道板块里面的 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数字经济 和数字货币 它其实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叫我们称之为 就是我们后面的马上数字货币的这一块板块 还有元宇宙 元宇宙这个板块呢 现在还在炒 那既然 既然还在炒的话 我觉得这个元宇宙啊 那个Facebook都已经快挂了 都已经快腰斩了 所以来说 元宇宙还要炒吗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国外的美国的已经炒不下去了 为什么在中国还要再继续炒呢 现在注意一下 元宇宙现在并不是一个走空的一个趋势 他现在呢只是说在多头情况下的一个回调 他现在只是一个多头情况下回调 但是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他还没站稳 他目前来看还没站稳 所以来说呢 他只是一个回调 没有破掉他之前的这一个 这个整个大多头的一个趋势 他整整个趋势还没 不好意思 整个大趋势还没有破掉 那么要破掉的话 继续震荡一段区间 然后看这个后面能不能破掉这个趋势线 破掉趋势线的以后 还要看反转K线 就是转空的反转K线是否出现 转空的反转K线在出现了以后 我们才能确立 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彻底不能碰了 元宇宙的概念就不能再碰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暂且还是认为他现在是一个震荡 上行的一个过程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站住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上看 因为他本身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是有一个区间的 这个地方往左边进行延伸 他也是有一个这个支撑位在这里 在这里的 所以元宇宙呢 很分裂啊 说实话 我待会会推荐美股 在美股里面我会是 我会强烈让大家不要去碰元宇宙板块 但是在中国呢 你看这个趋势呢 元宇宙还不错 所以非常分裂啊 我现在只能说 一码归一码吧 我只能这样说了 一码归一码 这个美国的股票归美国的股票 中国的股票归中国的股票 好了 清能源 清能源还有优门罗杆军 这个清能源和优门罗杆军 是我去年冬奥会之前我就推荐了的 还有玉制菜 好我们来看一下玉制菜 玉制菜我应该是加了板块里面去了 帮我找一下玉制菜在哪里 能找到吗 玉制菜 玉制菜这个板块呢 前段时间跟着大盘一起下跌 来了个下跌 杀跌 杀跌以后呢 现在整个这个 虽然他不能说是那个 我虽然不能说他是 他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形成了 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趋势走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形态 这个形态非常难看 不过他这个站住了 在这个位置趋势线这个位置站住了 并且呢反转k线又形成了 注意这个地方反转k线又形成了 反转k线形成了以后呢 我目前觉得这个能够去补一下 1120的缺口 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来说呢 他先去补一下这个缺口 补完了以后再说 补完了以后再说 所以来说玉制菜呢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他现在呢 是其实是被CPI的这个数据给拖累了 他被这个CPI的数据拖累了 我觉得如果在2月份CPI这个数据有所回软 玉制菜应该会非常积极的往上涨 玉制菜应该非常积极的往上涨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些板块 这些板块 其实主要还是什么 还是新脑基建 数字货币这些玩意 其实都是跟什么国家相关的东西 然后就是消费板块的就是这一个玩意 什么医药板块的就是中药 优门猪肉 猪肉应该也属于消费 消费食品猪肉 所以来说呢 现在以主要 我觉得还是以主要是国家的大基建为准 我觉得还是以国家大基建为准 这些都属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称之为主赛道 那么这些主赛道呢 大家可以去布局有机会入场的话就入场 这些像现在来说这个价格 我觉得已经是比较低的价格了 是可以慢慢的 用马丁的战法慢慢的入场的 当然大家资金要够资金要够 还有再说一下 那个叫什么北方稀土吧 之前有人问我的 我真的是觉得好可惜 北方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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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说他在反准 诶是这个吧 陈克是这个吧 对是这个 你看全部判断都是对的 他就是没拉住 全部判断都是对的 他就是不拉住 没办法 我之前说的是在44这个地方会震荡一段期间 所以在这里震荡了三根K线 震荡了三根K线 震荡了三根K线以后呢 这个地方突破了这个箱体 然后继续上涨 其实他我记得他好像当时是多少来着 你说是47的成本是吗 他现在 他现在好像已经回来了 是47的成本吗 是好像是47 47我记得是47 那他不现在如果当时他不卖的话 他现在都赚了我靠他不听我的吗 这个这个家伙 那是 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之前有一个朋友 问我这个股票他是在47买的 他是在47买的 买了以后呢 当时跌了37了 跌了37 跌了37以后 他问我这个股票怎么办 我就说先看到涨到44 涨到44以后呢 在44这个位置会有一段时间的震荡 震荡后面呢就看这个后面的PPI这个数据 也就是1月份PPI这个数据 1月份PPI这个数据如果是利好 那么他就能继续上涨 刚才可能大家也给大家分析了 这个PPI好像也没有什么利好 没有什么利好呢 也没有利空 大家注意一下他既不利好又不利空 所以来说呢 这就是北方稀土 那就是说他自己现在想自己想涨 自己想涨 所以来说呢 北方稀土呢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趋势动能的 趋势动能的 但是呢我觉得北方稀土这种大盘子 大盘子他现在其实他属于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呢 其实属于外交战里面的一个概念筹码 就是现在如果要是外交战 这个后面如果拜登有制裁 美国对中国再进行经济制裁 北方稀土可能还会暴涨 就是越有制裁 北方稀土就会长得越厉害 如果相反的 美国和中国的这个 这个经济战 就是没有打的那么凶了 那么相反的北方稀土可能还会跌 所以来说呢 这个呢 他其实更多的是跟这个世界局势 比较相关的一个东西 好吧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消息一下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把麦克风关了 大家可以自己谈一下想法 比如说有些什么股票啊 可以让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朋友 一起来快看一下 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啊 我年前看了一个 看了一个重庆建宗 上周啪啪啪指个涨停打上去 可以啊 你看到一个股票这么强 叫什么 重庆什么 重庆建宫 搞基建的 啪啪啪几个涨 哎又是基建的 那这就不 这不就是那个吗 新基建吗 所以就是什么 选选好的板块 他就能涨 对吧 对啊就是这样 所以选板块很重要啊 哎 你看现在板块的这个跟基建板块的都在涨 中国建筑 哎呀中国建筑终于涨到5块钱了 我记得我很早很早之前我买过这支股票很早很早之前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一一块多钱 哎 天天就是大基建 他就是靠想靠大基建来立天改命真的是服了 也没其他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说一下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这个一个国家他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需要的是老百姓消费 老百姓消费好 那么这个国家就强 那比如说像美国 美国的老百姓消费是非常强的 其次你这不说多的 说一下印度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靠印度那么穷 其实印度的消费比中国的人均消费还要高 这个是有数据的 当然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 中国的消费是非常非常差的 那当然为什么差那就不用去说了 房子全部把它吸走了 房子就把全部的钱吸走了 但是现在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说把房子的房子价格打下来 那消费就能涨上去吗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 房子的价格被打下来了以后 会导致中国老百姓的工资也会被打下来 那么比如说你原来房子是1万 你的工资是5000 打个比方假设 可能大家肯定在座的各位都不值5000 我觉得打个假设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房子是1万 然后工资是5000 如果被打成了5000 那么这个地方的工资可能就变成2500了 所以来说 这一个你说把房价打下来 会不会让我们过得更好 我觉得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来说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 我就觉得就是像一个吸毒的一个人 就像一个吸毒的人 他现在只能靠吸毒来活了 没有其他的活路了 就是说现在 他现在已经完全就是为靠房子来吸 靠房地产卖地来活的 其他的就没有其他的任何路可以走了 因为前面的路已经走错了 后面再没办法纠正了 而且我之前也评价过 就今年在今年的7月份 是在中国房地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 看今年7月份这个坎卖卖了过去 卖过去又有一堆公司和这个房地产企业要爆雷 所以来说 现在看 现在已经国外已经开始有人在告恒大了 开始已经有人在告恒大了 我看内部我中国建筑也是在告恒大 我看了成科好像是你之前说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你恒大要是被国外告了 那可能就是被国外给收割了 那还不如被国内告告掉 然后被国内给收割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真有 真有 现在只要是国外告 国内也告 那么就是让这个钱肥水不流外人田 那么你赔给那些老外 赔给那些洋人 还不如赔给这些政府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几年 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经济还会继续下行 中国经济还会继续下行 应该现在只是只是初级阶段 后面还会更差 会不会房地产会被爆雷 我觉得目前来说爆雷的 房地产要爆雷必须要达到几个条件 第一房地产的信仰完全破灭 这个我之前说过 什么叫房地产的信仰完全破灭 就是大家都认为房地产不会再涨 而且都认为大家都认为房地产会大跌 那么房地产破灭了以后 老百姓兜里的钱都不会去买房子的那一天 那么房地产信仰就破灭了 那么不管你国家怎么救市 房地产一定会泡沫就一定破了 所以所有东西就在于什么 就在于信息 为什么现在国家要这么管控信息 就是为了让大家认为 这个泡泡还可以继续吹大 但是直到有一根针戳破那一刻 就是他破的那一刻 反正给大家的建议 这两年啥都别做 躺平 躺平 别买房 别买车 别进行过度的消费 别进行提前的消费 然后然后什么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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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能够能够换点外汇换点外汇 换不了美元换日元 能去日能去日本去日本 去日本 能去日本去旅游的时候 多还点日元 能去加拿大去旅游的时候换了加币 反正就是人民币稍微少少留一点 然后能能能出去的出去 能能进体制内的进体制内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这些东西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能感受到了 我家还看了个新闻 就好像是 发个尾文还是哪 然后发了个新闻 就说要实现共同富裕 然后要拒绝躺平 对 是的 我不是把这个新闻已经发到群里面了 就是中国的共同富裕不是养懒人 要把社会福利要降低 让大家不要去想着被国家养 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就说明了几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宋江有句话叫做什么 叫打土豪分田地 然后让老百姓受益 这是宋江当年说的 现在就是打土豪不分田地 老百姓也别想受益 跟当年宋江还不如 比当年宋江还不如 所以宋江还知道打土豪 还分个田地给穷人 现在打土豪 你跟老百姓有毛的关系 跟你们这些酒 你们都是酒菜 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能移就移 我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这 能移就移 其实我很想做一个 就是中国现在外汇流出的情况 我有时间 我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经济数据的一个报告 中国2021年的这个外汇流出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导致现在很多地方的房价在上涨 当然你说这些房价上涨 是纯粹是因为中国的外汇流出导致的吗 也不是 但是呢是其中的一个元素 是其中的一个元素 好了 讲完了这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主题 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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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月 2月份的时候 在1月底的时候 2月15号的时候 美 美国 透露 披露了美国五大投行 2001年 注意 是2001年 第四季度的持仓数据披露 注意 先说五大投行 五大投行 大家应该都 就算是你不知道美国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应该都听说过这些东西 比如说高盛 摩根斯坦利 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花旗集团 这些呢 其实手下都是一些银行 然后呢 他也都是一些金融机构 所以这称之为什么 什么 这就是美国的五大投行 投资银行 投行 第四季度 也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持仓的数据的披露 注意一下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非常重大 我如果不会选股票 如果我不知道哪些股票会买 我跟着一些什么大机构一起买 那绝对不会错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的 我不知道哪只股票会涨 我他妈菜了 我他妈小白 我不知道哪个股票会涨会跌 那我要在这么多股票里面 我要选哪只股票才能够 让我稳赚不赔呢 那么我们就选择一个高手 就比如说我们选择五大行里面高胜 打个比方就是高胜就属于一个高手 那我们跟着他一起涨买 他只要赚钱了 我们就能赚钱 他们如果跌了 那当然我们也会跌 但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呢 我觉得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 比较少 那肯定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能够怎么样 因为他们都是什么 他们都是割韭菜的 他们都是镰刀 他们都是镰刀 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割别人韭菜 所以来说他们能割韭菜 那么我们跟着他一起 就能割到一点什么 能够吃到一点 吃到一点汤 所以来说 我们这五个数据也非常重要 如果喜欢做美股的 也可以来参与一下 好了 先来看一下高胜 先来看一下高胜的前五名 他这里面披露了前五名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龙虎榜 我在这里稍微问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龙虎榜 龙怎么写 我都忘记了 龙是这样写吗 龙虎榜 写的非常丑 这个东西有点像龙虎榜 有点像类似于像我们中国的龙虎榜 大家知道龙虎榜是什么东西吗 而且他还不是上阵龙虎榜 他蛮像深圳的龙虎榜 龙虎榜还分成上阵和深圳两种看盘方式 上阵龙虎榜是不披露卖出的 深圳龙虎榜是既披露买入又披露卖出的 所以来说这个数据非常像我们深圳的 深圳股市的龙虎榜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些什么股票 首先第一个是特斯拉 好了一看了这个单词特斯拉 哎呀 后面有个括号PORT 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是叫特斯拉看跌期权 注意一下他不是在这里买特斯拉的股票 你不要以为在这个地方是叫特斯拉的股票 这个地方是叫特斯拉看跌期权 在我们这个里面有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浮屠流流 他什么叫做特斯拉看跌 他这不是这个股票不是这个股票 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在这个在美国 他的玩法跟我们中国玩法比较更复杂一些 就是在这个股票股市里面呢 他有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就是说特斯拉的股票太贵 那么他有一个基金公司专门买了特斯拉 但是呢注意一下他的基金公司呢 他买特斯拉他还不能不能那买 他是怎么买 他是要不就卖涨 要不就是买跌 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单词叫PORT PORT就是FUN 所以叫做什么PORT就是FUN就是向下看 所以呢就是PORT就是向下就是看跌期权 那么其实他注意他现在是什么 买入了多少 买入了整个磁场比的0.72 是非常占高非常高的一个 也就是说现在高盛呢 现在是非常看空特斯拉的意思 大家记住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概念会多次提及到 后面还有一个拉斯达克看空期权 后面还有一个拉斯达克看空期权 所以来说我们要注意到首先 特斯拉现在858.98美元 现在这个价格呢 现在高盛是在做空他的 现在高盛是在做空他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股票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有些股票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就就搞一些我们自己自己熟悉的 好还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股票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股票这个股票呢 现在他有买入的 这个股票呢 现在他有买入的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股票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整个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股票呢 目前来说还真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股票真的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那么这个股票呢 我今天做的时间不太足 所以有些东西我没有查太全 这个股票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Meketa Meketa 我下回查一下 我今天已经把这个东西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这个股票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一只股票 既然是高盛把它买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假设这个地方 我们先在下周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开始来建仓了 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盘会怎么走 也就是拉斯达克整个板块会怎么走 大盘这个板块呢 现在目前来看 已经出现了一个200日的一个始差 200日的始差 我们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就是均线始差 这个我相信大家知道 均线始差呢 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在2020年的6月份 当然它是真正的始差 是出现在3月份的时候 这个地方 当时出现的时候3月份 当然大家知道均线都是有什么 都是有滞后性的 所以真正是在2020年的时候 6月份出现了一个始差 然后呢就是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将近一年半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个上涨呢 我之前说过 应该会出现一次大的回调 那么大的回调呢 我们拉出一个飞波拉契 我觉得至少要回调到50%吧 不然的话你不叫回调吧 至少要回调到50%吧 50%1137 也就这个位置 那么回调到这个位置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就有点低了 所以来说呢 现在我觉得整个这个纳斯达克 整个这个趋势呢 我觉得已经是转空了 整个趋势已经转空了 始差的行程已经是转空了 但是它会回不会回调到这个 因为纳斯达克本身很强 我之前说了 就算是你认为纳斯达克转空了 你也不能去做它的空单 你只能是什么 在它的低位去接它的多单 比如说我暂定认为它会跌到1131 11317.2这个位置 那么我认为它跌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去在这个地方布局多单就行了 我不能是在这个地方去接它的空单 因为非常危险 这基本上就在接飞刀 我们不要去做那种接飞刀这种事情 我看一下有没有形态生成了 这里倒是形成有一点点像那个 这里倒是有点点像是鲨鱼 有点像鲨鱼 但是不完全像好吧 我这个不看了 所以来说整个股票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英伟达 英伟达我发现好多一些工 现在机构在持仓英伟达 英伟达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 英伟达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英伟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股票 那么英伟达它是代表了一个什么呢 它是代表了芯片 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说高盛吧 现在高盛认为芯片股票 还是以后的强头股 以后的强股 以后的强股 所以来说英伟达是代表了芯片板块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不认识的股票我们就不说了 SPY这是卖出的 这是卖出的 SPY SPY是什么 SPY是代表的是 SPY是代表的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标准普尔 它代表是标准普尔 然后后面有POT POT就是代表的是看跌 所以它现在卖出了 纳斯达克标准普尔的看跌期权 标准普尔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就是一种评判 美国股市的一种标准 看跌期权 那就代表着他现在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再看跌了 不再看跌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Facebook Facebook 他现在在怎么 在干嘛 在减仓 减仓说明什么东西 也就说明他不再看好Facebook这个板块了 不再看好Facebook板块了 好了 刚才有人在看 在问我阿里巴巴怎么看 阿里巴巴高盛已经回答你了 他现在在减辞 减辞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说他认为阿里巴巴后面还会 还要低 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 这是香港的 这是香港的还是美国的 阿里巴巴是分成香港和美国吗 这是美国的 这是美国是吧 好 好 阿里巴巴 哎呦 叠成这个样子 很久没看中概股了 阿里巴巴 这没在 这 这低位震荡吗 这不是还是要看跌吗 这 319 画个画个环境分割看看 哎呦这阿里巴巴真是 23.6了 已经到23.6这个区间了 还得低 到到那个点 到18 185.54那个点画个画个画 你们能够看看 他有没有有没有回调 185.54 别了 右边了 右边 右边 不不不不要这个线 对就在这里画 画这两个高点 宁静的两个高点 你要这样画 还到把那个高点到下面呢 你要哪个地方设置为高点 这个地方对 哎对 就是你 这个位置设 61.8 他已经回调到位了 基本上 你反正画一下 反正画一下 基本上我觉得还要再低 288我觉得还要再低 基本上活活不下来啊 阿里巴巴还活不下来啊 因为大家知道一个问题啊 阿里巴巴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不要碰中概股 呃 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说过啊 在今年在明年年底 所有的中概股都要退市 啊 我这个之前已经不止一次的 跟大家强调过这个事情了 到明年年底 中概股所有的中概股全部要退市 没有一家能够幸免啊 没有一家能够幸免 所以现在慢慢的这些大机构 都在减值 大机构在减值 也就是说这些股票都都会慢慢的消失掉啊 基本上都会跌的 跟后面还有一只股票非常可怜啊 非常非常可怜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老板的 然后非常喜欢这个老板的 嗯 就是良心做企业良心做人 但是呢 谁知道我们的领导不喜欢啊 我们领导不喜欢他 那怎么办呢 那那只能把它干掉了 所以来说呢阿里巴巴 我觉得后面还在跌啊 这个这个趋势 他现在走一个箱体 现在这个箱体呢 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摸了三次底 摸了三次底以后 并不代表他摸底就形成了啊 因为他经常你看 现在他这个跳空跳的太多了 你看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周线 这个地方周线产生了一个质压 他现在就是在这周线的这个区间 先进行一个震荡 我们现在呢 在周线里面就画一个黄金分割 我们来看一下 在周线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始终是在50%以下进行震荡 50%以下进行震荡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他后面应该还要在下周 应该要再尝试碰一下 115.273这个位置 下周应该碰一下115.273这个位置 碰一下以后 如果撑住撑住了再震荡 撑不住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探108.7 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是保不住了 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是保不住了 108.7应该是保不住了 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应该会震荡一旦区间 如果整个纳斯达克还是偏空的情况下 那么他就会大跌了 纳斯达克如果要是偏空的情况下 他就会大跌 也126买的没信心了 126买的 我看一下126买的 你不是有机会跑吗 这段时间是震荡 你还有机会跑 126这个位置离的还是比较近的 我觉得有机会跑的 没关系 有机会跑 因为上面我们 我在这里给你画一下 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就是一个震荡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只要碰到这个位置 他就如果这个地方支撑 支撑起来他就上去 所以你就把止损放在什么 放在心底这个位置 你现在这个位置有点高 如果要是我 像我和方蕾 还有老猪 我们三个人来做盘 我们肯定是把 把这个开仓位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我们肯定是放在极限位 像这种股票 我们一般不会去碰 像这种 像这种形态 我们都不会去碰 但是我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他是个外汇的话 我会在这个位置去开他一个空单挂单 因为他是在箱铁的顶部 他在箱铁的顶部 所以来说 我们会在上面去挂一个空单 我们不会在下面去挂多单的 因为挂多单有点接飞刀 有点是左侧交易接飞刀 这个情况有不太好 所以来说 我们会在上方去挂他的空单 然后倒到下方以后 如果能跌破 我就继续拿 如果跌不破 到下方出现一个上涨的阳线 我就把它抛掉 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玩法 应该是这样的玩法 所以来说现在126这个位置 应该是有机会的 应该有机会的 当然因为这个信息披露了 上周五的时候披露了这个信息以后 对于阿里巴巴股市 会不会有非常大的不利影响 这个我们看周一的表现 好吧 这个目前来看 反正是阿里巴巴是偏空居多的 偏空居多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 罗素2000 罗素2000etm 罗素2000etm 这个好这个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罗素它其实有点类似于 因为很难去解释 你比如说怎么去解释这个罗素 罗素首先它是一个机构 那么它机构里面 它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的基金 有点像我们的基金 就是一家基金公司 一家基金公司 他买了一些股票 他手下就买了一些股票 然后打比方就是罗素2000 就是好像就是这只股票吧 就是这一只 就这一只 这一只股这一只基金 这一只基金里面 它其实是很多的一些股票 它有一些成分股 我们称之为叫成分股 那么现在就是 现在高盛在减持罗素的 200的价值 那么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拆分一下 这个罗素2000里面 他到底买了一些什么股票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进行 反向操作就行了 比如说他买了一些比如说 假设他买了扎克伯格的脸书 比如说他买了脸书 那么他竟然 他竟然已经把这个脸 把这个股票都已经买进了 然后高盛又不看好罗素2000了 就说明什么脸书就被人抛弃了 就是我告诉大家是一个假设 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下 现在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成分股 再根据成分股 我们进行反向操作 好了那么这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一些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扎克伯格的脸书 本来就是脸书 又还是脸书 Metal改成了这个以后 所以我刚才说 你说元宇宙在国内 还是有这么强势 但是你看整个脸书 从这个趋势来看 基本上已经转空了 这个趋势来看 这根k线一出现 基本上转空 你要想再转成多头 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了 所以来说现在脸书 已经被其中的一大机构高盛 已经被抛弃掉了 那么抛弃掉了脸书后面 我觉得应该要探一下137这个位置了 应该往下去探一下 再加上整个纳斯达克 现在本身就是在走空 所以来说脸书应该要往137来走了 可能有人问脸书 Facebook被改成了metail 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反而还在跌呢 这个东西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就是脸书它是不得已被拉上了 这个圆宇宙的战车 它不是自己被拉上去的 它是被别人一起拉进去的 所以来说呢 再加上脸书自己没有核心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脸书呢 现在直接被华尔街给抛弃了 他其实他现在提出的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他提出来的 是那家游戏公司提出来的 所以圆宇宙这个玩意呢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跟大家细讲吧 我觉得现在还不成熟啊 现在整个圆宇宙的技术还不成熟 像这种互联网企业呢 不光除了阿里脸书 还有后面我跟大家说的还有亚马逊 其实现在都不行都在被减持 好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高盛前20股的持股情况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持股的情况 我们认识的股票啊 不认识的咱们就不说了啊 不认识的你比如说 好这个是拉斯达克的 好他增持了啊 增持了多少呢 增持了3.5% 好了 这是苹果的继续扛好苹果 微软大家注意 好这里面就大家可以看到 又有个put 啊这里面是增持 这里面put 你这个呢叫买空 这个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说一下 呃在美国很多的一些这个做法 他是怎么怎么做呢 他叫对冲 什么叫对冲呢 就是我一方面买个他的多单 我一方面要去买个空单 但是具体怎么赚钱呢 我这个到我到现在我还没想通啊 因为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一些其他的朋友 其他朋友也没和我解释清楚啊 所以来说呢我现在还没想清楚 这个一边买多一边买空 怎么去赚钱 如果你要是你们有懂的这一块的话 你们也可以说一下怎么去赚钱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时间 好还有特斯拉的空单 也就是说现在特斯拉是B跌了 看来现在特斯拉是B跌了 好苹果这是我们可以可以考虑的 苹果微软 好继续IBM 不是这是罗素这罗素 好这个是亚马逊 这个是亚马逊 Google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增持了 注意一下 不是增持了 我我我不好意思我看 看漏掉了啊 好注意一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减持了 注意阿里巴巴是减持了 他减持了多少呢 减持了17% 然后呢减持了多少股呢 减持了这些股啊我就不去数了太多了 然后呢注意这里面绿色的台北才代表 他是增持 这里面真正增持的是特斯拉的空 注意这里面真正的增持我刚才搞错了 我刚才把这个数字忘记看了 这个地方是增持了特斯拉的空单 也就是说大概率特斯拉会在未来的行情里面会狂跌 大概率特斯拉会在未来的行情会狂跌 好继续 苹果空啊因为他是减持了大家可以看到 微软空 微软空的比较多啊 9% 好这个呢是这个是18% 这个解释清楚了啊 你看啊这是纳斯达克的做多 他减持了3% 做空呢是减持了18% 好亚马逊 亚马逊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数据 那么亚马逊现在也在减持 减持了18000股 好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这个地方又跑来一个特斯拉的减持 这个地方本身是在做特斯拉的空 这个地方是特斯拉的股票减持了12% 这罗素是多看不起特斯拉 我真的是不太明白啊 这个罗素不是罗素啊 高盛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特斯拉 我是感觉出来了 就是一方面要做空特斯拉 一方面又把手上的特斯拉的股票 尽量的卖出去 还有呢Facebook啊 这个就已经跌成狗一样了 所以来说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减持了 然后Google减持了 互联网企业都在减持 好这里面注意阿里巴巴的空单 注意啊这是阿里巴巴的空单 增加了54% 诶 结论来了 阿里巴巴不死也得死了 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数据能够看得出来 阿里巴巴你想活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什么 首先我一方面在减持 我一方面还在买里的空 你觉得阿里巴巴还有机会活吗同志们 你们觉得这个阿里巴巴还有机会活吗 好这位部落虎已经 已经去睡觉了 没有机会活了 阿里巴巴基本上没有机会活了 所以来说呢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就可以 看得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些不认识的我们就不管了 还有英伟达增持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后面能够买的股票哪些 能够真正买的股票也就是什么 能够真正买的股票是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今天已经把它摄录到我们以后 要进行关注的一个板块了 只要后面能够跌下来 我们就去买它买它多单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这个呢是一些减持情况 这是一些减持情况 还是阿里巴巴的我们就不说了 好了我们现在直接对高盛的 进行个结论 首先高盛的这个是对所有大盘股 减持了所有的大盘科技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已经高盛 已经放弃了所有的中概股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 第三点高盛不太看好2022年的银行股票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股票是花旗银行 包括这个德国什么银行 德国建设银行 那个什么银行那一只股票 所以来说这个我说细看着的 那么这个就是高盛第一不看好科技股 第二不看好中概股 第三不看好银行股 我怎么我觉得很奇怪 按道理说今年会加息 加息的话会导致银行股会大涨 它为什么不看好银行股 我不太懂 所以来说这个地方我要观察 这个地方不太好说 就这一点我不赞同 这一点我不太懂赞同 前两点我赞同 前两点我是赞同的 前两点我是赞同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我说快一点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拉斯达克 上涨买多 苹果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知道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股 不管它了 减持了 amazon 推特 slap 前段时间有人还问过我 slap 这是三只股票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争持了苹果 还有 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苹果 然后减持了亚马逊 亚马逊的股票 再加上slap 推特 也都是互联网企业 这个是摩根斯坦利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具体数字 好 苹果 增持 微软 减持 Google 他在增持的不太多 shoper 加拿大的一家 之前我做过加拿大的一家 零售行业 shoper 这个是在减持 Facebook在减持 Facebook是必死无疑了 看来是Facebook被两家企业说 那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我们认识的股票 基本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因为供应链的一些压力 通货膨胀的原因 还有亚马逊 这个股票呢 他的市盈率已经达到11倍 是两大华尔街机构 也就是摩根斯坦利和高盛 他们两个都不看好的一个股票 所以2022年 我们就不要碰这只股票 亚马逊这只股票 我们就不要去碰了 给大家就把这个雷区就给画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 真持特斯拉 这里面又见鬼了 刚才还在做空 特斯拉 英伟达 大家看到没有又出现了英文达 苹果 微软 好 这里面是东南亚小腾讯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股票 然后这里面脸书 这知道Paper Paper 中国好像能够用一下Paper Paper是类似于像我们 像类似于像我们阿里 像腾讯的那种付款软件 做空的纳斯达克 做空的纳斯达克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看好纳斯达克能够上涨 所以来说现在几个机构 他的这个想法分歧非常大 分歧非常大 但是有一点都是一致的 就是英伟达是完全可以去买他的 因为现在是三家公司都看好英伟达 三家公司都看好英伟达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细节 这细节还是跟刚才差不多 跟刚才差不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 今天时间太快了 时间太晚了 我们加快速度 好 摩根大通的这个结论是英伟达 微软苹果连续上榜 可以说是大众情人 股民就可以逢低入场 以长期布局为主 Facebook被三个机构同时减持 看来是Facebook不死也脱成皮 芯片股是华尔鞋的首选 那就是说我们后面 如果真的想买一些美股 我们就逢低去买一些什么 芯片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股票 好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 直接看结论吧 大规模看跌达斯达克 他和其他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银行呢 现在是最大的一个做空 最空做空拉斯达克的一个机构 花旗银行 好花旗银行里面呢 有一只股票 我问一下大家 看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这只股票大家认识吗 我问一下 因为这只股票跟咱们还有点关系 你其他的美国股票 可能跟我们都没关系 这只股票大家认识吗 EDU 大家认识吗 大家认识吗 有人认识吗 对新东方 新东方做空 新东方的股票 所以我说了 我说我非常敬佩 余敏红的人品 但是他被领导给打死了 就是这句话 就是新东方 我非常敬佩余敏红的人品 但是新东方一定会被领导打死的 所以来说你看 现在花旗 花旗集团 现在是大力做空新东方 花旗集团大力做空新东方 所以来说 极度不看好 拉斯达克的后事 然后花旗集团很看重Facebook 所以来说我在这里 后面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呢 全世界都抛弃了Facebook 只有花旗集团 花旗集团对于Facebook是真爱 好吧 后面这一段有点草率 有点快 因为时间也确实很晚了 现在已经10点41了 好有什么问题 对美国股市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来 没有的话 咱们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对于这个东西 我觉得后面我会长期的 会给大家进行更新 因为对于这个东西股市 对于这个每个五大机构的一些 这些看跌和看涨 其实我们按照他的一些想法 不露坑就行了 比如说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个特斯拉要看跌 那么我们就在什么特斯拉 我们不要去做空它 首先第一点 美股不要去做空 美股是什么 你既然他看跌 OK 我等到跌到位置了以后 我去做他的多胆 还是那句话 逢低路场 我们不要去做空它 因为这是别人机构在操作 我们作为个人 我们不要去做空它 所以来说特斯拉看跌 我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这只股票 等他跌了200多美金 跌了300美金的时候 入场就完了 明白吧 你不要现在跑 现在就跑进去 因为现在高盛也好 还有摩根大通也好 他们都是在做空特斯拉的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只需要在低位 去接他的空就行了 好吧 阿里的空 有什么问题 今天时间搞得有点长 本来好像跟大家数数浪的 看来没机会了 就不数了 就不数浪了 好 这是随发的 这是阿里的 是阿里的 他是这样画的 看一下 他这样画的 你想表述什么问题吗 他说这一个是蝙蝠形态 这个是个蝙蝠形态 好吧 不管他 是的 行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今天解读的全是解读内容 明天我们继续教大家一些新的技法 教大家一些新的技能 买股票 大家都知道怎么买了吧 心里有数了吧 我们把这些东西先埋着 埋着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就入场 没机会我们就做看课 好 如果大家不需要交流的话 我们就lag了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下课吧 好 好 我 大